蓝眼泪奇景在杜先生北海岸 民众惊喜连连 因为蓝眼泪以往离岛金门马祖才看得到 29号晚间10点多 新北市金山中角湾又出现 镜头再来到离岛金门 海浪拍打上岸透出梦幻蓝色光亮 同一天晚上金门成功上一海边 蓝眼泪大喷发 加上即将迎接春假档期 大概十组客人可能有五组 有到半成以上的客人是想要看一下蓝眼泪 上午或下午是那时候天都亮 你就看不到蓝眼泪 所以日出场的话都可以看到蓝眼泪 蓝眼泪原理是夜光虫活动量大 海水波动就会出现荧光色泽 每年三到七月水温低于27度时 是最佳赏泪期 去年开始受到国际疫情影响 无法出国 离岛今年更是国旅大热门 甚至一度出现机票以票难求的盛况 目前所了解四月份五月份 几乎都搬满客 因为国人没办法出国 那只能到金门来 类似委出国 离岛人气夯将他蓝眼泪是季节 限定美景 许多游客趋之若鹜 不过因为春季离岛容易起大雾 可能影响飞机起降 想到离岛意游除了得要算准时机 还得碰运气才不会一趟出游 因此扫兴 三星我叶齐凯 许惠美 金门裁缝到